富邦文教基金会与台湾电影文化资产保存协会成立的电影搜藏家博物馆 28日正式开幕了 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出席力挺 她表示电影文物能够重现 她很受感动 同时蔡明忠也谈到了富邦旗下的娱乐事业目前的进展 一叠叠的胶片一件件的华丽细服 富邦文教基金会28日正式启用电影搜藏家博物馆 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难得与老婆陈爱玲共同露面 蔡明忠今天不只谈文化 也侃侃而谈富邦目前大力投资的娱乐事业 未来我们也希望说 包括说跟国外的这些OTD的业者合拍 我们台湾有通灵少女已经是很成功的一个片子 我们现在也会跟Netflix 也会合拍一个国语的剧集 从这来开始出发 然后当然能够结合好莱坞的一些人脉跟资源 富邦集团旗下的凯博影艺积极布局内容产业 蔡明忠说从制作到电影院希望打造影视一条龙 对于近日富美投资的鸿海以及台塑集团 面对企业选择富美投资 蔡明忠认为很自然 要大家不用那么悲观 当然有些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那是难免的 大家不要那么悲观把它想成 这个都是台湾所有企业的出走 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真正走出台湾 到美国也好 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很好的成就 这也是我们台湾企业界 甚至于我们所有台湾人的光荣 蔡明忠说个别企业到美国投资 都有不同的理由 不用解读为一整串的企业都出去 新唐亚太电视 陆延长 旅游成 赵婷玉 台湾台北 采访莫道